縣議會第十七屆第八次的定期會 二號上午進行的最後一天憲政總質詢 其中副議長陳鴻忠 在議會中拿出台東獨立的看板表示 中央政府對待台東 無論是在醫療資源、教育投入 以及各項重大建設方面的補助 經費都遠不及其他縣市 每一次要求經費都好像乞丐一樣 當場在議會中質詢縣長 乾脆自行宣布獨立算了 台東獨立對我們就好處很多 你看看台東是我們台灣土地面積十分之一 一些比較小的國家 你怎麼回事? 新加坡都沒人家住了 保留也沒人家住了 很多全世界的國家沒人家住了 人口也沒人家住了 人家一間比喻人家要拖下去 我們就要拿下去 讓台東也獨立起來 相信台東想要做什麼就可以做什麼 現場表示 台東縣整齡的預算將近80%都來自中央 假設說要真的獨立 財政的資源將重合而來 我們一年現在你就知道嗎? 自由財源百分之十 標示我們一年的預算我們欠百多億 我們的負責八十幾億 獨立 台東的獨立理論上是不可能的事 副議長會在議會中提到 無非是希望中央多重視台東人的需要 問莫視台東人的權益 不要讓民眾覺得只是無感的政府 多亂新聞 陳進雄 現議會的財寵報導